娃娃队的猫猫在路上看到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看起来伤得好严重啊 让我来帮助一下他吧 这些是奥特曼的身体碎片 只要把它们拼装起来 这个奥特曼就可以复活了 让我们四肢来拼装一下 这是奥特曼的左腿 奥特曼的右腿也拼装好了 这是奥特曼的脚 接下来是他的手部 这个奥特曼有一只手是握拳的 奥特曼的头部也要装上去了 再把奥特曼的背部装上 这里还有一个脚脱 太好了 我们终于把奥特曼的碎片组装好了 诶,好像还差了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发光器 我们还要把这个发光器装到奥特曼的身体里 装好之后 这个奥特曼的眼睛还有胸口就可以发光了 这样子奥特曼就完全复活了 猫猫救的这个奥特曼是赛罗奥特曼 汪汪队的阿奇在回家的路上 也碰到了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这个奥特曼看起来也伤得好严重啊 他的身体都被打成了碎片 让我来营救他吧 那只要和刚才一样 把这位奥特曼的身体组装起来 这位奥特曼就可以复活了 让我们试着来组装一下 这是奥特曼的左脚 接下来是奥特曼的右脚 那奥特曼的下半身就组装好了 这是奥特曼的左手 他的左手是一个掌的姿势 再把奥特曼的右手组装上 再把奥特曼的头部组装好 还有奥特曼的发光器 这个发光器是放在身体里的 这样子奥特曼就可以发光了 王王队的阿奇 救出来的这个奥特曼是高斯奥特曼 他的眼睛还有胸口发出了蓝色的光 高斯奥特曼的作战姿势看起来好帅啊 王王队的路马在回家的路上 也碰到了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他也要来营救这位奥特曼 让我们一起把他拼装一下吧 这会是哪一个奥特曼呢 原来是杰的奥特曼 让我们把杰的奥特曼的左脚安装上 接下来是他的右脚 再把杰的奥特曼的右手安装上 最后是他的左手 这样子杰的奥特曼就快安装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发光器 让我们把发光器打开 放到杰的奥特曼的身体里 这样子杰的奥特曼就可以发光了 王王队的路马救出来的是杰的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杰的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 他的作战姿势看起来也好酷啊 王王队的灰灰在回家的路上 也碰到了一个被打败的奥特曼 这位奥特曼看起来被伤得好严重啊 让我来把他组装起来 这是奥特曼的身体 再把奥特曼的左脚组装上 接下来是奥特曼的右脚 再把奥特曼的手部也组装上 这个奥特曼的手部姿势是掌的姿势 他的左手是一个握拳的姿势 接下来我们要把奥特曼的头部组装上 我们还要把发光器安装到奥特曼的身体里 这样子奥特曼就复活了 那灰灰营救出来的这位奥特曼 是孟比游士奥特曼 今天我们救出来的这四位奥特曼 你们都知道吗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